学习测量的一部分 是按长度比较适物 一种方法可以帮助孩子 就是用各种长度的木棍 您可以问孩子 哪个最长 哪个最短 然后他们可以按 从最长到最短的顺序排列他们 您可以将木棍混合 然后请孩子按照 从最长到最短的顺序排列木棍 您可以用细绳 铅笔 或其他东西来完成这样的比较 比较长度不仅可以帮助孩子 学习测量 还可以发展他们的逻辑思维 在这里 我们可以用细绳的顺序排列木棍